这次住的还是No Hotel 760号就是这个窝 把卡拿出来刷一下 先看看怎么样 还是那么大 但是这次屋子看起来是没有炉灶的 先拿一个卡 没炉灶 微波炉 有冰箱 冰箱里应该连喝的水都没有 只有一瓶奶 两瓶 中国台湾就是这个状态 上面是什么 保险箱 说明这个房间是不带厨房的 这都拉不开 但是抽屉很多 抽屉不对 这儿有个双人床 过去 这儿还有个双人床 我为什么要住这种房间 一个床就够了 然后跟我弄个灶 就好了 这个 这是卫生间 在两张床中间 这个不知应该还不错 但是马桶 只有一个 其实我想的是两个马桶 面对面 很浪费啊 是不是 我一个人住点 双人床 来看一下这景色 墨尔本 看不见市中心 这个角度应该能看见机场 机场在 应该在右边这个位置 这次是顶楼啊 底下这是餐厅 他们的餐厅 明天早上这吃早饭 别忘了 他这早饭好不好 一般 都一般 这个吃过好几次了 早饭一般 这是 那个这个 我这写作 这还有个桌子 该有的没有 不该有的一大堆 来看看我在哪 我是这个房间 这个是有阳台 这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1234号都是有阳台的 看来这个酒店是没有套房的 这样没开 开开它 30多 谁设的 谁设的 我设的30多 还下不来 制热模式 模式 制冷模式 20度 这有一个电视 挺小 可以掰过来 掰过来就很好 那么应该还有一样的 应该还有一个电视 这边情况不太一样 是这个 这个电视大 好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